宝子们,你们会在父亲节送给父亲大人什么礼物呢? 小夫为了省事,去天送玫瑰,静心也想效仿, 可拿玫瑰送父亲,这又不是明显不把老爸当人看吗? 此时的熊爸连眼放光,本想找大儿子商量一番, 可大熊却给他来了个暴击,又在做白日梦, 这和老爸的童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, 老爸的童年无时不刻不在寻找新的冒险, 可现在已是有不守戏就可以窝一天的时代了, 大熊懒惰的性格又怎能理解,但老爸不同, 他渴望从平凡的生活中跳出,来上自己的大冒险, 为了中年大叔的梦想,恰巧又赶上父亲节, 这忙必须得帮,拿出冒险茶, 只要喝了这平平无奇的红茶,出门就是大冒险, 喝一口就能冒险五分钟,为了给老爸一个满分体验, 大熊只能先当小白鼠,一口下肚, 蓝胖子就很心地把大熊送出了门, 可大熊一个走位,让蓝胖子玩起了倒立, 大熊以为自己的冒险,无非就是路上信后胖虎, 可胖虎还没遇到,蜜蜂就先行出动, 大熊一路狂奔,结果路遇恶犬, 本来以为来个华丽的诱拐, 结果前方又遇胖虎, 可胖虎此时满脑子都是夫妻节该送啥, 此时的镜香正跟小福大北天约会, 远远看到大熊,就想着要不来个多人运动, 起了大熊玩起了太空飞步, 活生生从镜香两人面前神秘消失, 眼看五分钟已过,可大熊仍然未归, 蓝胖的只能出门寻找自己弄丢的娃, 不找不知道,一找吓一跳, 恐高的大熊竟然玩得这么高, 喝一口效果就如此生猛, 送给老爸当礼物绝对靠谱, 老爸还在不能跳脱生活而失望, 大熊就来当孝子了,亲手洗好茶, 大熊就要亲自送老爸踏上冒险之路, 可老爸一时贪杯,就干了整瓶, 这也就意味着老爸的冒险将会是地狱级别的, 老爸被安排绣屋顶, 就算是父亲节,老爸的家庭地位依然低, 殊不知危险已在靠近, 老爸虽然成功躲过, 骑了飞机又杀了个回马枪, 这下老爸慌了, 老爸一个神走位, 就玩起了自由落体, 这一运势冒险开始了, 老爸一个倒挂进钩, 身体旋转360度后, 这名胖子也可身轻如燕, 骑了下一秒暴徒上门, 锤子送来助攻, 响当一下, 一个暴徒倒下了, 但千万个暴徒又来了, 老爸嗷的一嗓子撒腿就跑, 老爸在前面跑, 暴徒在后面追, 老爸再次神走位, 正在从这场警匪追逐中脱身, 本想休息一下鸭鸭精, 可这里是工地, 老爸再次上了天, 大学两人想去吃瓜, 就听到老妈基本上要为老爸做大餐的喜训, 在美食面前, 老爸的安危还算个啥, 老妈返回屋中时, 无意间发现了老爸想冒险的秘密, 此时的老爸已被送到最高点, 看着上百米的高度, 老爸兴奋得全身颤抖, 但这并非一场死局, 老爸一步步前进, 起了腰疯作祟, 还要老爸上半身强壮, 这才多了一条命, 可就在最后一步时, 其中其一个掉头, 老爸又飞了, 虽经过气球的缓冲, 可老爸还是从高空落下, 此时的小福已选好玫瑰, 还建议竞香也来土豪同款, 但礼物只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, 熊爸突然出现在窗前, 在小福回头时, 熊爸又再次消失, 因为他又飞了, 这时老爸的秘密也被揭开, 老爸只是想在重要的节日 跟家人一起去烧烤, 一个拳雷打, 果然一发入魂, 让熊爸体验了 这个年龄不应该有的刺激, 老爸虽安全着陆, 但这冒险真的是在玩命, 夕阳西下, 老爸掉了一口气回到家中, 而家人早以为他准备好了 他想要的烧烤, 可经过这一遭, 老爸悟了, 地球很危险, 按摇家里蹲!